那我就錄影 那我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畢竟時間有限 那其實我是林靜宇 那我的背景的話 是土木建築跟資訊 算是蠻另類的背景 那今天主要來這邊跟委員聊 主要是希望聊關於一些我的想法 那還有可能在食物上一些問題 想請教你們一下 那這是我準備的簡報 其實是蠻簡單的 那原則上我是用英文去寫 但是我是用中文講的 那就廢話不多說就開始 其實我今天主要想談的就是這個題目 就是到底我們在講智慧建築或者是智慧程式 這個到底應該是什麼東西 那我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那今天主要要談的就是四個東西 我也簡單的去講一下說 什麼是這個BIM 那講一下就說實際上BIM它 應該有碰到像什麼樣的問題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要談說 這個所謂的智慧建築它到底目前我認為 它好像有些殘缺 或者是它不太完整的地方 那我也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最後就是 那第三個就是在討論說 這個BIM在這個所謂的智慧建築 它應該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在我的認知我覺得它應該算是一個整合的角色 那最後就是我有一個簡單的小作品 那目前還只是在概念階段 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今天的目錄主要就是這六項這樣子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那什麼是BIM這個東西 或者是什麼是BIM 它其實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的縮寫 那當然有些人會覺得不是Modeling 有些人覺得是Model 但是這邊就先用Modeling 那其實就簡單講 這個是我 就是工程師呢 在傳統的工程師來說 他在畫了這個所謂的設計圖 建築圖或者是有的沒有的圖的時候 會有很大量的資訊是存在我的大腦裡面 那如果你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工程師 你可以很快速的看懂這個圖在幹什麼 但是可能不太好意思 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都看不太懂 所以說這些資訊雖然是畫在圖面 但是其實是存在我們這個工程師的腦袋裡面 所以說這個時候就會有這個所謂的3D的東西出現 那這個就是BIM的一個很粗略的一個介紹 就是它把它的資訊都存在這個所謂的模型裡面 資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那BIM到底可以存什麼東西 其實目前實物上比較常見就是像存一些空間資訊 結構資訊或者是使用的空間 像是這個是廚房 可能這邊就是會議室這樣子 或者是一些比較少人聽到的就是所謂的管線 那它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它可以外掛這個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看了一下BIM之後就對了 我們這邊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它其實就是一個資料庫 並且它可以外掛很多資料 那我本身在開發一些BIM的外掛軟體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像現在坊間比較常用的 Revit、TeX、Bentery這些軟體 它其實都是一個資料庫 這還蠻驚人的發現 也需要一個專門的協調員 讓它協調進來 那講了BIM之後可能大部分的人還不是很了解 不過大致上先介紹到這邊 接下來要講一下BIM的挑戰 那其實我認為挑戰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觀念 那這觀念是什麼呢 我覺得目前台灣也好、國外也好 因為我之前有跟國外的一些學者聯絡 有幸運就得到他們一些意見的交流 那我覺得說我們在這個觀念上 有著很嚴重的認知錯誤 就是我剛才提到它是一個很龐大的資料庫 那我認為資料庫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資料 而不是它的外觀 換言之我們剛才提到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我覺得重點應該是在那個information 不是那個modeling 但是目前看起來 我們的觀念好像都是在往 模型本身而並不是資訊主義 這會導致第二個問題 那就是我們現在在業界也好 或在學界也好 我們很缺乏所謂的有talent 就是沒有人才 我們缺少了對Bean 或者是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這個東西比較有透徹了解的人才 我們只注重在話題 我們只注重在建築 那甚至很多人在第一部concept的時候 他都認為說 Bean它就是一個高級的cap 所以說我們在人才培育上面 我們就很欠缺資訊的這一部分 那回頭過來看看我自己的背景 因為我是土木、建築跟資訊三背景 那我實際上也講難聽點 我現在也是真的在實際上上線的併作業員 那我同時也是就是技術開發的部分 所以你是建築、結構、基電都有做 我主要是做建築跟那個 就土建的部分 那基電的話是可以看 但是不太會規劃 那但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在做軟體的二次開發 資料的開發之類的 那最後一個也是 也是觀念所帶來的問題 就是所謂的cost 基本上我覺得台灣目前 可能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Bean這一塊 我們因為觀念的錯誤 認為它只是一個高級的cap 所以不願意投入更多的資金在裡面 那這個會帶到後面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有誰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想了很久 把這邊先破個梗 就是其實我看過了建築師事務所 我看過了營造廠建設公司 那我看過業主 我看過監造 我看過施工單位 我看過小包 我也有去現場看模板工在訂模板 我認為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 因為它牽扯到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這也是今天我來這邊想跟 唐空委員聊一下 就是我覺得只有政府 可能有機會去推行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發使用資料嗎 還是因為什麼 這個我等一下後面會慢慢說明 好 所以說歸根究底 我覺得這三個問題 其實就可以化作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觀念 在最初的認知上就錯了 我們把BIM想成 它是以M 就是modeling為主的東西 而非information 那我覺得這是蠻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應該上至最上面 下至最下面 大家對BIM都有一個錯誤的認知 這樣子 導致人才 導致這個成本的問題 好 那再來進到我們今天比較大的一個 我今天想分享的議題 就是什麼是智慧建築 又什麼是智慧城市 難道說我把模型加上 可能給它外掛一個大腦 它就變成所謂的智慧鏡頭嗎 這我是不這麼認為 智慧超過快 沒有不要留 請繼續 那在開始之前我覺得 我們要先討論一個東西 這個是很常見的智慧手錶 剛好我有一個很好 很好的朋友 他在Garmin那邊做研發 我常常跟他閒聊 那我就說他們的手錶很厲害 這個智慧手錶真的很厲害 他可以測量你的心跳 他可以讓你聽音樂 他可以做天氣預報 很厲害 他甚至還有指南針 GPS定位什麼 他都有 顯示天氣預報的資訊 對對對 他自己要做天氣預報 這可能用詞不夠精確 不好意思 但是你只要買了這隻手錶 買了這隻所謂的智慧手錶 你就可以享受這些功能 也就是說你只要對一隻手錶 你就可以有這麼多功能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所謂的智慧建築 不好意思截圖可能解析度不太高 對 那我們看到他有很多的指標 這跟我剛剛講到的智慧手錶 好像有一點點落差 因為我們是用指標來評斷說 這個建築是不是智慧建築 好像有點怪怪的 那這個指標會導致什麼問題 那就是我們有一個功能 滿足了這份指標 所以我就去對使用者 我再有另外一個功能 再去對使用者 再有一個再去對 再有一個再去對 這跟我們剛剛手錶的圖 好像箭頭的方向相反 而且人他要去對應到 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 並且這會導致人跟建築本身的 關聯變得很薄弱 那這邊就再講另外一個例子 聽說政府好像預計在2024年 赤資1500億新台幣 去推行這個所謂的智慧電表 那我稍微了解一下 覺得說這個東西 其實它的發想還不錯啊 但是它背後又扯到我剛才前面 那一張PowerPoint裡面提到的 就是說它還是人對上一個功能 人對上一個功能 因為我在捷運府中站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張很有趣的廣告 就順手把它拍下來 叫做微電腦瓦斯表 問題就來了 我今天假設是在一個 符合所謂的智慧建築指標的建築 我是要下載20個APP嗎 每一個指標我都對應到一個APP嗎 那這真的很智慧嗎 我不這麼認為 跟你的手錶上也是20個APP嗎 對 但是你只要買一隻手錶 你不用買20隻手錶套在你的手上 因為你只會住在一棟建築物裡面 對 但你剛剛的主張說20個APP很浪費 可是手錶就是靠20個APP 對啦 但是我這邊想強調的點可能是 它欠缺一個整合的平台 很直觀的 使用者只要對它 對到這個手錶 它就知道說 反正我手錶就是有這些功能 但是在住戶來說 我今天假設想知道電表 我可能要去額外買一個智慧電表 我可能要去買一個額外的瓦斯電表 我可能還要買什麼小米的家電 我可能甚至連公司都不一樣 那電表這件事情它又扯到更多 我今天可能稍微講細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在做建築物的時候 我們的機電配管的時候 我們會去討論一個東西叫折分 那基本上我們一碰到台電 我們就停下來 對 所以說 在這一連串的東西裡面 我只用兩張簡單的圖片來表示 但它其實背後就是沒有整合的狀態 它對使用者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它甚至不知道我的建築到底智慧在哪裡 這樣子 好 所以說我這邊就提出一種主張 就是我覺得 我們今天就已經有這個模型了 它本身就是一個很龐大的資料庫 它非常接受大家做二次開發 它的理念就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些功能轉過來 變成對到這個模型 然後再由這個模型去對到使用者 就有點像是剛才那個手錶的那種形態 這樣子 那這個病模型它本身就變成一個整合的平台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來講一下就是說 我認為的好處 基本上 它是一個非常使用者便利的東西 那它是整合過的 並且它是一個可以重複使用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說我今天假設有模型 我只要把我可能開發過的東西套進去 這棟建築就可以用了 下一棟建築我只要把它模型準備好之後 我一樣套上去就可以用了 所以它是有重複使用 它並不是個案開發 就是說假設我今天有一個豪宅 我就把它弄的什麼東西都有 那這邊講一下這個所謂的user-friendly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自己畫的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二房型的設計圖 那可能唐鳳委員你看一下 你會覺得說你大概看得懂 但是這裡面其實有很多細節 並且有很多陷阱 並且有很多重點 甚至少了非常多的東西 不過這個距離我也看不到興趣 對對對 但是事實上我想表達就是說 這個圖面我已經整理過了 但是它還是很不親民 那為什麼會說病是很親民的呢 因為在我們工程師來看 我們看這個平面 我們腦中會自己跑出3D的東西 我們並不需要真的很需要這個3D的東西 但是對住戶來說就不一樣了 在我們這個裡面 我們畫一扇門 畫一扇窗 它可能是長一個很奇怪的形狀 我跟住戶講說這是你的門 他就在想著老半天說這是哪一扇門 但是如果今天我有一個模型 我就可以直接指給他說 這個就是你的門 所以說這是使用者很方便的 再來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很多資訊 包含機電資訊 空間資訊等等 搭載在裡面 所以這也帶出了另外一個 我今天想講的 就是我認為今天要做到這個整個事情 我評估了很久吧 我覺得這個單字可能有點錯啊 沒有問題啊 就是我認為現在台灣也一直在推 所謂的公宅公宅公宅 包含像內湖有一個什麼瑞光的智慧公宅 包含桃園最近也很多 什麼中路一號揚美平震什麼的 它有很多社會住宅 並且這個病模型是交付的東西 就是在需求書上面一定要教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覺得從社會住宅下手 來達到真正的智慧建築 或許是比較可行的 那這邊就提到了 就是我認為觀念是最重要的 concept is the key 那背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不論是營造廠也好 建設公司也很好 小包商或者是像我們這種小小的工程師 我們都沒有辦法在一個這麼大的產業裡面 真正去實踐這件事情 那包含我也跟BIM的很多軟體廠商有接觸過 那我也認為說 他們對於軟體的認知 可能認為它也是一個比較高級的繪圖軟體 而不是一個我們可以好好應用的資料庫 這是讓我覺得有點難過的地方 那我覺得社會住宅可能是最有可能的 那最後就要講一下我自己很閒的時候在做的 它是一個就是我認為用病當基底的一個智慧建築 那它其實主要想面對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想要在災害發生之前 我想知道說哪些地方是風險區高風險區 那第二個就是我想知道說我在這個空間裡面 當災害來的時候哪裡是最安全的 這剛好扯到今年4月KTV很遺憾的火災事故 很多人的觀念是錯誤的 他認為說躲在這個門後面就是安全的 但是這個門其實是輕隔間 它的耐燒程度可能只有12分鐘 燒一下就沒了 那可能這個看起來不齊野的牆 它其實是RC牆 它其實厚達18公分 這個燒了兩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或者是這一扇門 它看起來是很漂亮很堅固的門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填充門 這樣子 所以說第二點想面對的點就是說 當災害發生的時候 我到底應該躲在哪個地方 最後一個是針對可能跟火災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跟地震比較有關係 就是說地震震完了 台灣好多地震震完了 然後看起來房子都沒倒沒事了 但實際上我們的建築都會產生某種程度的 結構的損害 沒錯 所以說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模型 去做所謂的結構分析 去分析每一棟建築它的脆弱點 我災後之後我就去尋檢 就這幾個重點的點 我去找如果真的有問題 我可以事前做所謂的預防 所以說我在做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說 我知道每天都有很多災害發生 只是舉一個簡單的火災跟地震來看 那現在的方法我覺得是不太合理的 為什麼 因為使用者是居民 但是這個防災的問題是丟給專家 我認為防災或者是很多專業的知識 它應該是要落實到每個人身上 而不是說火災來了等死這樣子 那整體的流程大概就是這三個 第一個就是issue farm 地震很多火災很多 人民是搞不清楚狀況 不是說全部大部分 第二個我的solution就是 我今天有病這個東西 我透過3D 我透過顏色 來讓搞不懂狀況的人 可以很直覺的知道說 火災來的我該怎麼做 或者是火災還沒發生的時候 我該去哪裡 或者是火災發生結束 地震發生結束之後 我應該做什麼 目前預期成果可能會還不錯 希望 這邊也是來自內政部的資訊 108年我們可以看到 火災造成150個人死亡 發生火災次數最多的地方 就是所謂的住宅 所以說其實建築跟我們民眾 是息息相關的 它裡面還有很多細節 包含最常發生火災的地方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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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在城市裡面 都可以去做某種程度的加權 或者夢想會更偉大一點 去做人工智能的分析 去跑出一個結果嗎 我也不知道 是是是 這個總統面有幾個團隊做這個題目 對對對 消防真的一直都是紅的類別 那基本上這個系統架構大概是這樣 所以在建築完成之後 我要去收集它的blueprint 那我要去收集它的一些門窗尺寸 我要收集它的空間資訊 這些東西 那回到社會住宅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的交付 交付的東西 就一定存在 只是比較遺憾的是 我可能沒有辦法拿到這個東西 所以目前卡在這邊 那第二個就是并模型 那我就是當然要有模型 我要有需要的資料 那我需要開發所謂的程式 那最後這個程式跑完之後 它會就對應到我那三個目的 這樣子 那最後我希望讓它 跑到所謂的行動裝置上 那民眾就可以很快速的使用它 躺在自己的沙發上就可以看 那或許可以導入所謂的物聯網 或者是機器學習的部分 這樣子 這邊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是我畫的很多小 那其實簡單一看 大概可以看到說 這邊是客廳嘛 那這邊有地磚 這個主臥、次臥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那我這邊就想說 如果今天我用程式去跑 我可能 當然這圖的有點醜 但是就是說用顏色去區分說 這邊是危險的 那邊是危險的 並不是說它是違法的 但是它是危險的 這樣子 那說不定未來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放到所謂的虛擬實境 讓你看到這個東西 就覺得很逼真 或怎麼樣 因為我們現在病模型 也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模型化的 再怎麼逼真 它給人的感覺就是 我在看一個很小的東西 但是實際上我們住在這個空間 我們並不是 你大概懂了這樣 我知道了 那再來就是我希望把它放到手機平台上面 這樣子 所以說放在手機平台或者是VR 它就是可以增加它的實用性 方便性 或者是它的重複利用性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成本應該 某種程度來說也會下降 因為我們在建築這些 就已經是已經存在的東西下 我們就可以重複的利用它 好 那最後 當然就是我希望可以做到未來的事情 可能就是像IoT或者是機器學習 那讓這個所謂的智慧建築 真的好像有點智慧一點 那最後就是當然可以導入其他的系統 或者是外部環境的參數 去做綠能分析 去做什麼什麼什麼 有的沒有讀這樣子 那最後當然就是我自我介紹 放到最後一期 其實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這個VyC 我覺得它的裡面還蠻不錯 那我是希望自己是一個可以 跟建築物或者是跟這個城市溝通的人 那我希望可以讓人們可以活在一個更智慧的城市 那核心價值就是三個嘛 就是要身體力行 那我想把很困難的知識 用簡單的方式傳遞給人們 那最後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的智慧應用在這個社會這樣子 那想看看航空委員這邊聽完有沒有什麼感想 那我覺得很棒 你有跟這個 你剛剛說你拿不到這些社財的資料 對 基本上是拿不到的 很具體的來講 其實住都中心對二階社財 主要是新北台北的11個基地 大概也都有就是要把BIM導入 而且是可能就是維護管理也要用共用的那個BIM 就是有限導員的這個設置 那所以就是說你當然可能知道這件事情 只是說他不會對外去分享這些資訊而已 對 所以這是你目前碰到一個困難 這邊打個岔 就是說實際上我都知道 而且我都具備這些資訊 但是他並不是真的很公開的 那甚至舉個具體一點的例子 像瑞光公仔 像是中路二號 就是桃園的中路二號 他們的所謂的設施管理系統 某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也是我在開發的 對所以我大致上知道說可能政府想做什麼 但是我認為就可能發生一些事情 就讓我覺得說方向可能偏掉 那我缺少跟業主直接溝通的管道 雖然我的年紀很輕 但是我不認為我是沒有專業的 那我也覺得創意創新這東西應該是沒有年紀限制 那當然當然 我們金資會一直都有做這方面的 然後比方做那個火災消防模擬的 就真的有去燒那個塑化改隧道啊 什麼之類的相關的學歲啊什麼 或者是在此之前還有另外一位那個瑞德感知嗎 就是做逃生的等等 那本來就是年紀比較輕的朋友 他比較容易接受這種多方一起協作的這個概念 就是資訊分享的概念 比較不會覺得說好像一個一個model是好像 垂直整合就好 但是好像比較不分享狀況 確實是如此 所以當然不會因為年紀就好 有任何這個歧視的狀況 對那我這樣子聽起來 你其實是想要倡議說 大家在做病名的時候 尤其是去設計一些社宅相關的一些法規命令的時候 他可以不是用個別的分項 我們叫做功能指標來當作他主要指標 而是從他的end point 就是說從使用者的體驗 而且是在一般人 就是接下來要住的人 或者可能要住的人的參與之下去進行評比 有點像是參與之驗證那樣子的方式 那當然你剛提了很多透過立體的模型 互動的模型 VR的模型等等的方式 來讓大家能夠就是等於勝利其境去看 然後一起來決定說這個是不是我們想要的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對這個就是完全只有一小群專家 事先那種瀑布型的那種驗證的方式 做一個改造對不對 就是那個指標方向做一個改造 大致上是這樣 對那如果不是還你要跟我講 因為其實我覺得更detail的應該是說 我覺得當然不是要挑戰那些專家 但是我認為建築這個東西 它應該是跟民眾息息相關的 它更應該把專家跟民眾之間的差距補起來 對那很遺憾的是我現在在做一些案子的時候 我感受到業主可能對這一部分 他可能比較沒有資訊化的這種想法 但這樣子講可能一口氣踢了很多人的屁股 但是事實上我們現在在執行公宅案 或者是在做這個病模型的時候 我們碰到了很多很多匪夷所思的 不合理的要求 包含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工程師我們看平面圖 我們就知道這個3D長什麼樣子了 那為什麼他還要一直去雕 就是說這個模型可能這邊多了一公分不好 然後就一直去追求那個外觀 而忽略了說這個模型它背後 它應該是要提供什麼樣的資訊 給什麼樣的人 然後達到所謂的智慧化這些事情 我們看一些科幻電影 都會看到那個什麼很酷炫的一些動作啊 什麼按按按物聯網什麼的 那目前我們明明就有這樣子的平台 一個這麼龐大的資料庫 但是我們卻捨棄它最大的優點去做它 只是附帶出來的一個所謂的空間 空間參數讓我們去看到說 它的XYZ 所以它量體長這個樣子 那這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我另外想問的是說 現在像消防署都會輔導這種 可能網友以下比較燒起來比較麻煩的 這些去建立所謂的家庭逃生計畫 那些都是用傳統的平面圖去那樣子畫 那就算是它是有病人模型的 以我的理解 住戶也不會去跟那個病人模型互動 它還是拿一個二維的snapshot 然後自己在那邊畫 以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是住戶 我想要跟病人模型互動 難道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做這件事嗎 我是不是要自己下載一個病人viewer 裝到我的VR眼鏡 其實基本上我自己在做的時候就對了 我反而是借助外部的軟體 去做所謂的二次開發 然後把它變成APP 把它裝上去之後就可以直接使用 這是什麼Unity嗎 還是什麼 對對對 那基本上就是用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 好所以意思就是說你跑這個Unity Reflect 或之類的這些 不好意思我不是用Unity Reflect 我是用Unity直接去開發這樣子 對 對 因為你會學成績 沒錯啊 你是工程師我了解 就是兩方面都是工程師 對對對 那所以就是你直接在Unity裡面建模 然後在裡面做互動體 原則上不是在Unity裡面建模 還是就是這個附帶的產物 直接想辦法把它轉 可是你對進去之後你不需要去調 好比像說他們有什麼打光啊 什麼方向啊 這個東西基本上都可以是寫好 然後我再自己把它加進去就好 了解 我只要有足夠的資訊 包含我的經緯資訊啊 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的經緯度都有了 那東升西路不是都輕輕鬆鬆嗎 啊 OK了解了解 就是你的意思說 你外面不是只從一個Database取資料 你可以連結很多個資料 這個可能就要回到我最近開始講 其實我覺得很遺憾的是我覺得 大家並沒有考慮到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資料庫 它可以有很多功能 但是它同時可以在更 但是所謂鏈接資料集 就是說 好不像說你有經緯度 你就可以鏈接到什麼日升月落 什麼之類的 對 那是非常linked data 我想這是很重要 那只是說確實 如果你專注在建一個模 然後也不會想到所謂有linked data 這種事情存在 就是需要比較就是資訊工程 這邊的人會比較想到 對確實 那剛剛委員可能又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資訊工程 那這又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觀念可能沒有跟上 所以我們的人才不會出現 那人才不會出現 薪資就低 就更不會吸引到你 講難聽一點就是 現在病模型打開來 104一整排 兩萬三萬 說真的兩三萬要找到有能力 去做二次開發 程式開發 資訊 連可能資料故事什麼都搞不太懂 你會覺得應該要做一個什麼 假期病模型證照 這類的東西嗎 病模型證照這個東西 我倒覺得 不是那麼重要 對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觀念的轉變而已 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個很 很一般的CAD設計圖 我們應該是要把它當成一個資料庫 把它當成一個軟體 去做所謂的開發以及應用 讓我們這個講難聽一點 就是很傳統的土木建築這種產業 達到一次真的工業4.0的越境這樣子 OK 如果這個想法 那就比較接近那個CADC那邊 那就是台灣建築中心 那你覺得他們會有培訓這些東西的 說不定已經有了 目前看起來是比較少 就我所知 在做病並且有開發的台灣 目前只有兩家公司 了解 OK 那它的資源也是相當的受限 因為畢竟今天來這邊也有一部分 就是我認為私人企業也好 甚至你是台灣數一數二大的 像是什麼潤開頭的建設公司 它都沒有辦法去 support 這個樣子的東西 因為我們一個建案動輒就好幾億 對不對 那它也有公司要有 它不可能撥出這麼龐大的經費去做 這種很實驗性的東西 對 可是它至少可以做培訓跟認證 一般來講 像什麼專業管理師 對 但是很遺憾 是培訓完的人才就往資訊跑 確實 因為我們給不出足夠的配 這個我真的可以感動身手 我們也被台積電玩人 對 我小公布 對 這個薪水差三倍的時候 不是很容易 對 這可能不只差三倍 真的喔 OK 對 那但是就是說 可是如果你講這是結構性的 就是說那像民間不會想要投入 那如果 縱使是按照你說的公部門投入 不管是住都啊 或者是政府中心啊 難道不會也變成是說 那它到最後還是跑去 還是練嗎 或者練練嗎 我認為 這件事情應該這樣子想 就是我們一個案子 對不對 對我們在計算成本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總價 可能分直接成本 間接成本去算 那在并裡面 它就是包含在可能我們的 直接人事成本 可能間接的一些管理成本 軟體費用什麼之類的 那 就我所知可能有錯 就是新加坡它好像不是這樣子高 它是總價假設20億新台幣好了 它再給你1億去搞這個所謂的資訊圖 那這一來一往 可能彼此之間就差了1億 4-5千萬 6-7千萬 那在 在人才的培訓上 可能 企業家他就認為說 我今天想去徵求這個bonus 我想要 去拿到這筆額外的收入 但是我發現我沒有足夠的人才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願意主動去培養 那培養完之後 因為有這個主動收入 所以這些被培養的人 他的pay就會得到 可能不會到三四倍 但是至少他某種程度可以改善現況 那這感覺就是一個win-win 企業他得到了額外的pay 政府他得到了所謂的實質 也不能說實質 但是就是目前看起來 可能稍微智慧化一點的建築 那對員工來說 他不只自己的技術提升 他也生活上 薪資上可能某種 可是這裡有一個誘因不對勤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是有一筆固定的錢 就像我們編資安預算 這樣子說 我們IT預算 就是5%到7% 就是要去做肉點掃尿 就是要去做等等的這些事情 當然他可以收集資安產業 沒問題 但是跟你一開始說 他主要的效益是 協作整合 跨資料補 活化運用什麼 這兩個會產生誘因不對勤 就是說我拿了這麼多錢 那我就做單一種專業模型的建築就好了 因為這個對我的短期效益是最高的 對 那所以有什麼看法嗎 這個問題我也想過 目前看起來好像只能用大道理去 因為你一開始就是說大家觀念不對嘛 只要看成modeling 跟你剛提的這個誘因正式鼓勵大家把它專門看成modeling 應該 我覺得應該 可能換個角度 就是說 我雖然提供了這一份可能額外的獎勵經濟的誘因 金錢的誘因 但是我反而不去追求模型 而是我要追求說你要給我提供一個整合的平台 你要讓我有辦法這個模型交付的時候 他是可以跟台電創接的 他是要可以跟瓦斯公司串接的 他是要有辦法跟 頒給這個合作案而不是頒給特定公司 對就是他說 我給你這筆錢但是你交付的東西 要是我今天這個模型我就是有辦法躺在我的床上 我就把這個燈打開了 了解 就是可能 可能需求上就不會變成說我們現在 病在交付的時候會提到一個LOD 就是level of development 但是都被完成level of detail 就是 大概是 我覺得可能要從這個角度去切入 而不是在執著說我今天這個公司給了我什麼 所以我給他錢 而是說我要求你要給到這些東西 並且我額外提供給你一筆預算去做這件事情 那你有能力你就做到 那你有能力你就在這一筆額外的預算當中去產生你的利潤 那這就是人才培育公司的抉擇嗎 啊 就他如果想要這個優於標規 他可以一開始就說我的特點就是我會優於100個驗收的標規 因為畢竟這個應用到底做到什麼程度才能夠交付 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就想要鼓勵越多越好 對 這個倒是很好的想法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會不會成功我不敢說 但是我認為他可以有助於像我們一線的建模園 改善很大一部分的不合理的要求 這樣講可能會打到很多工部門 但是實際上就是 因為工部門他也就對模型就是 你就把模型給我 那你不是就跟CAD一樣花一花就好了嗎 為什麼這麼困難 但是他可能不太清楚說 我們實際上面臨到什麼樣的挑戰 當他一直在標那個level of detail的時候 他會直接的把我們在這個領域的熱忱給抹殺掉 那甚至他對建築師也是一個很痛的負擔 為什麼呢 就是剛好我認識幾個建築師 他就跟我講說 當初建築師在換成CAD的時候 就經歷過一個很大的一個陣痛期 他說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用筆 我說為什麼喜歡用筆 他說因為筆是沒有一個東西去限制你的想像 可是你用觸控筆也是可以做CAD 我就是用觸控筆 那是現在又在更進 但是今天如果今天政府他硬性要求 你在設計階段的時候 就給我畫3D模型 那我可能會因為 我今天要畫一條很漂亮的線 但是我不知道說 這個軟體可能也沒有辦法提供這樣子 這麼隨性的 或者什麼 當然啦 但是 知不知道是這樣 考量的話 對 我有聽懂你的意思 所以說他某種程度來說 他其實是扼殺了建築師 他在發揮自己線條的創意之後 對 所以他其實是很仿人類的 因為我回頭再講說 病這個東西 他本身概念是資料庫 但是建築師他要的就不是資料庫啊 他要的就是那個線條的美 他要的就是 他這棟建築牆帶給人們的感覺 就像可能你看范古的話 他雖然是冰冷的話 但是你卻可以感受到他那個溫度嗎 可以這樣講嗎 因為我看過他那個畫這樣子 感覺感受到他的溫度 這就是藝術 他在腦裡還是電話學訊號去建模 你幹嘛 這個可能就是另外一個領域 所以今天主要是要講這一件事情 這個方向上我非常同意 事實上我們之前有處理過一個連署案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的大概都是從那個連署案 偷學大家的一些狀況 那現在只是說 我們都會很擔心說 如果我們做像你剛剛講的那個游吟機制 尤其是如果放在載口法裡面的話 那他會變成有點像是更鼓勵silo 就是甚至更鼓勵level of detail 就是有點不利的狀況 那這個大道理 就是說真的你了解 我勉強聽得懂 並不是每一個從業人員都聽得懂的 對 所以除非說已經簡單到這個 什麼肥皂勤洗手 內外加工到了一彎 這種程度 那我很難一下子就覺得說 那大道理真的是每一個practitioner 他看到我們的這樣子的財工法 或者是培訓居高的這個減長 他忽然間就會這個就是了解到說 他要做的不是短期 而是要看長期的活用 那這個可能性 但你剛剛有個項目很好 就是說也許用一種類似像 憂鬱標規的 而且是比較競爭型的 就是可能每年的前百分之幾的 能夠跨部門合作做到活化應用 尤其是跟end user 做到活化應用的案例 特別獎勵 或者是特別怕當作標竿 或者是再多一筆錢給他 或者怎麼樣 就是目前暫時先用活動的這個方式 我覺得到蠻有道理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是比較可行的一個方向 對 那但其他的我覺得 因為現在也很坦白講 就是每一個地方政府 他在這上面推進的法制化的程度不同 可能先輩比較早 台北有然後一些別的 也許他在意的程度沒有非常非常高 那當然也牽涉到他們的就是 想說的配款之類 那所以就是說 如果地方先行 就是比較行的那幾個先行 然後再橫向擴散出去 說不定也比我們top down 然後這邊更不上 就會覺得說 那你是不是再惡商我們的產業 等等要來的好 所以大概最近我 那如果縱使要有棒子 可能也是地方真的先走 那但是如果你一開始 獎勵的就是partnership 那你就可以就是 類似一個偏向 跟一個大誠實的老師 一起合開一個行商課程 那樣子的一個做法 就是他可以慢慢的transfer 到地上沒有那麼多 這個經過他到底的朋友的身份 那就是確保他不要走歪掉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對 這是很重要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 我覺得這很棒 真的嗎 對 然後也很感謝說 你就是會這個 從頭開發一個問題的東西 然後沒有辦法去做 比較就是 說實在話 這樣講有點傷感情 但是 我真的是 燃燒了我對這個產業的 興趣吧 對 我有聽懂 因為 生活 大概也就這樣 那現況其實是很惡劣的 我有聽懂 我真的有聽懂 坦白講這樣子 包含 因為我是在公司 是屬於開發的人員 是 那很多同仁 他並不是真的開發 那我只是一部分會去 類似幫忙 因為我也懂這個東西 那看到他們的處境 看到這個產業的處境 老實說還蠻心痛的 因為像看到別的產業 他們就是 把現在問世的很多新科技 應用得淋漓盡致 那我們這個產業 為什麼卻止步不前 舉個更誇張一點歷史 可能 現在 很多 很多東西 他的paperwork 是越來越少 我們一直在倡討 但是如果你看到 我們那個工程企業 你可能會嚇到 這樣子 要存50年 60年 所以是登的茶 那我們去外面租那個貨櫃去存 那這些東西 他 老實說 讓我對這個產業 也最近產生了很多疑問 就是說 我好像就是那個洪流中的 一片葉子 我只能隨鍋逐流 那這也更激起我說 今天想來跟 中央政府的代表 去做一個直接的 也算閒聊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那當然消防是一個motivation 那我也覺得 你用這個motivation講 是很有道理 因為畢竟 誰都不想要看到火災了 但是 我覺得 你用完全用消防的例子 去 就是扭轉這個產業的 關心不容易 對 他總是可以 就是 就是 再多繞幾個 橢圓形 就是 那個天動說 地動說的 年代 再再去說 但是消防 該打個勾 他還是可以打勾 所以 我覺得 很多還是社會溝通 就是 我覺得你剛剛有個很好的 point 就是說 如果躺在沙發上 都可以感受到的話 那等到住戶 就是 理解到 這件事情 是他們很容易參與 說因為參與是很好玩的 然後這個參與 不是說他要變成專業人員 而是說 他可以很容易幫助專業人員 去做更好的 更適合他的規劃等等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才比較有可能 變成一個社會同情 就是 大家就會要求這樣的東西 那 當然如果你給住戶 一個貨櫃的契約書 就真的 我不知道住戶 其實我們現在聽說 買房子 就是給你一大袋 然後裡面滿滿的什麼 複色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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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又帶到另外一個議題 簡單點 其實我覺得 這個整合平台 它可以整合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去菜市場 買東西 不是都很要求產銷履歷嗎 對啊 建築 是不是應該也 把這個東西整合進去 因為像我 我爸爸媽媽是 開農場在養魚的嘛 我本身也是有在做這個產銷 現在都很強調參與時間長 沒錯 就下去 算是 我們今天有併模型 說不定做到虛擬實境 我在這邊 我看 這根柱子 我點它 它是 哪一台台 台泥 哪一台車什麼時候 預辦了多久 這樣子 對 我覺得一般大家都有用 Stream View 就是Google接近車的經驗 所以其實這對大部分人來講 等於Google已經幫忙做好 教育訓練 這是感覺它 並不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對 那這是一條路 另外一個就是 永續無聊管理 因為你如果並沒有做好的話 即使你低陣真的撐壞 這個地方真的得拆等等 你可以把它當作阻塞庫 你可以移移 然後就不會有那麼多的浪費 它可以很大程度減少浪費 那現在因為我們講 那個循環設計 零飛氣零碳排 可能尤其因為 最近天氣這麼熱 又重新獲得 一個重要性 這是有點淡淡的愛傷 對 真的不到40度不掉了 對 尤其是像我們的工人很辛苦 像我去訂模板的時候 我不敢喊自己辛苦 是 其實我沒有真的訂模板 我都是去現場看 對 我看到那些師父 他們都是 對 黑漢如魚 對 那 好啊 大概 對大概這樣子 我想 你有明天嗎 明天可以保持聯絡 好 真的嗎 我如果之後再碰到 就是類似形狀的案子 其實我們總統的黑客送 你多少可以去看一下 一直都有人來提 並跟消防相關的案子 那只是說 我覺得你剛剛的幾個切入點蠻好的 我也會去再多找點資料 你如果有覺得希望我看的 包含這份簡報 你就直接E-mail給我 那 其實有一件你蠻傷心的事情 要跟鄭偉講 剛好這個黑客送紀念 我就是用這個東西去參賽 結果 結果很遺憾的落選 QQ 24強嗎 沒有 連24強 那這邊 微抱怨 微抱怨 就是 我知道這個結果之後 我還蠻難過的 因為其實我這個東西準備了很久 剛才提到Unity Reflection 其實我早在Unity Reflection 出來之前的兩年 我就開始在做Unity Reflection 你是自己提還是聯合幾個單位 我自己提的 對吧 我覺得 因為我們裡面有平方投票的部分 所以通常你拉越多單位 那邊的分數越好 不過平方投票 我記得我得票數也蠻高的 真的 因為剛好這邊 就是我們的參賽隊伍 很棒 就是我找了一個公務員的朋友 那 就是基本上都是很年輕的人 那也有找律師 那 對 那 基本上就是各行各業找來 那總共湊了四個人 那我是軟體開發的擔當 跟意見 那很可惜就沒有入選 那什麼 我叫程式語言家 程式語言家 那個提案第54號我還記得 好啊 好啊 趕快來看一下 很遺憾這樣 認真看一下 沒有啦我們也有很多提案是 到第二年第三年 其實我覺得 很多提案我覺得都很不錯 包含剛才提到的 其實我知道 我們總共有三個案子是提消防 包含我 沒錯 那只有兩個入選 對對對 剛好被刷掉的時候 那其實我覺得 一方面今天還跟委員女談 我也是收穫很多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我會質疑自己的想法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那 因為我自己是一線的人員 對 你覺得我不想 講了一天你就不想嘴炮 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碰到問題 就是解決問題 那就一步一步這樣子走下去 就是 這也是我的 core value 嗯 嗯 嗯 蠻一暗的 蠻一暗的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很想參加 那時候 明年還有很多 明年我不知道我還沒有動力在做 因為其實 我是盡量把我自己跟公司切開來 是 那在參賽的過程中 我包含任何的圖面 我都不是拿我現有的 真的嗎 我都是自己 我跑去那個東名社會住宅去跟他要 他啪 就把門關起來這樣子 蠻遺憾 那我就請那邊住室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要 因為他是關係所有人 所以他可以要這些圖 對 然後他們也不太理我 確實啦 因為我們協調的那個能量也有限 所以我們就是說 你到潛而四強的話 你要的資料 我們盡可能幫你要來 對 那在200多堆的時候 我們真的 今天真的好多 真的超多人 那因為 還有一個點 就是我那時候沒有開發出來 就是因為我沒有拿到這些圖面 對 我沒有辦法後續去 確實 我只能在運動體上面自嗨而已 這樣子 OK 好 我最近有跟XRSpace合作 它是一個VR 但是沒有控制器 它是完全用手勢 有點像HoloLens 那很輕 所以大概帶 我大概三四個小時應該都不會累 等這個情況 那階級度也非常高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真的應該多帶一些 因為他也是用能力做的 就是應該多帶一些這些東西進來 那大家才會真的有感覺說 一個建築物它的Digital Twin 你不是一個完全好像只是它的使道模 然後你開得到而已 因為你在VR裡怎麼樣都摸不到 它是沒有觸感的 但是沒有觸感 那你就是要改成一些互動模式 那如果你剛剛講的那些就是App 可以變成在VR裡面的一些互動 其實我有做過VR 是嗎 對 它是確實可以做到 就是我在Beam模型裡面走 開門 點選元件 甚至我還花錢去買那個Arduino 去接燈泡 然後在裡面按按鈕 打開一下 對 那甚至就是我真的關掉 然後在裡面 失敗了 但是它比分上應該要關掉 就是我自己 花錢去做這些事情 那我自己感覺到很無助 因為我 講難聽的人都快養不過自己 所以你是用UF3D配什麼Headset 還有什麼VR頭 那個用HTC-Vive 對 那也是解析度很高的 對 那時候碰到很多問題 也是很貴的 對 那個SRS就是當初弄的那個人 後來自己出去做的 因為我後來有去了解一些 就是類似新創工資 像是那個什麼光合感 也是很厲害的 對 我都想離開這個產業 往那邊發展 我也會聽懂 我也會聽懂 對 觀光電競博弈 實在話 我自認就是說 我的想法可能還算蠻前衛的 也不謙虛了 因為在Unity Reflection出來之前 我就跟我的碩士的指導教授聽說 我覺得Unity會成為趨勢 早在一年我就跟老師提了 那早在一年我就開始嘗試做很多種模擬 很多種互動 我希望Lia不是只是看而已 對 是共享的 Share reality 對 所以 很遺憾目前台灣沒有任何一家營造廠 有機會做到這個 確實 所以今天才有點微抱怨 真的 真的 一點點抱怨 那以上就 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我覺得很棒 不過我覺得 如果我能夠做什麼 這個稍微加速一下這個願景的到來 我覺得我很願意 其實很重要 其實 我今天來還有一個小小的目的 就是我希望如果有機會 說不定 可以 政府的單位來執行這種案子 老實說 對現況我感受到很無力 就像是 因為每家公司它畢竟還是要生活 它不可能無止境的讓我去做研發 哪怕我已經是在全台灣為二有研發部門 的營造廠去做研發 對 我還是綁手綁腳 那如果說真的有這個機會可以合作 或者是哪怕是加入這個團隊 我也都很樂意啊 畢竟我現在講難聽點我太在乎錢 我都吃自己都沒關係 了解 但是我真的很想 旅行我的core value 就是我想 讓這一切變得更美好 了解 就有點像黑客時候的願景 對對對 那我心目中的黑客就是帶著 很離怪客面具的匿名者 大概以上是這樣 所以你跟你的隊員 就是什麼YM啊 4C啊 什麼張 張宏廷建築師 這些都還繼續保持聯絡嗎 因為我現在實際上就是在執行他們很多案子 所以本來就是認識的人 不是為了聯絡送財 喔 沒有沒有我找的這個團隊的夥伴 不對 是我的同學 啊 OK 前女友 好 還有就很好的朋友這樣子 OK 對 本來都認識了 對 本來就是好朋友 那他們也很認同我的理念 那我們各司其職 這個東西 雛形嗎 原形算是有弄出來 但是就卡在圖面上 模型上 還有一些法規層面的問題 這我理解 所以當初才覺得說這個黑客聰自在必得 這我理解 OK 好啊 那我覺得我會keep this in one 這之後如果有 還需要這個城市語言家團隊 可以一起來做的事情 好 我們已經解散了 我理解 好 這個2020年的這個總統黑客聰 過程裡的城市語言家團隊 OK 好 謝謝 非常免費 謝謝 那當然最後還是要說 如果有機會可以加入你們的團隊 很願意 謝謝 非常免費 謝謝 非常免費 多擔憂了你一點 不會完全沒有問題 學到很多 謝謝 真的 都不會講科技話 真的學到很多 謝謝 其實還有一點閒聊 因為年紀也是一個蠻大的限制器 在這個社會上 嗯哼 我會聽到你的意思 讓我很失望 謝謝你們 因為我沒有名片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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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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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